很大 花载花旧工程 黄产老祖庙之声 一惊心发苍天际 风水里宗教离人殿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一万年 我今年刚刚好是我的本命年 今年的农历七月的时候 好几位因为七月份 我们刚好也是学院 还有我们的正级班初级班 都属于暑假的时候 那我就比较有时间 那很多事情都约在这个时候 那我曾经有一天的时候 去帮四位看过他们的祖坟 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舒服 我就跟我的小孩讲说 以后就是明年过后 以后我七月的时候 我要就在家里共修 共修 就是看事就好了 不要出的太多 因为那个跟我的本命 或许就会不理想 因为元峰的本命 的命挂是水雷屯 七位刚好又来冲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先保护自己 才有办法帮助别人 又不伤害别人 这个也非常重要 再来国际观 国际的资讯红滑 我们如何透过视讯 尤其像今天的论坛 能够透过我们所知道的 广传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提到 我们元崎法师在日本 像我就在马来西亚 在红滑的过程当中 传疫经的过程当中 确实碰到非常多的障碍 那我也希望说 各位贤士同修 如果你在那个国家 有熟的时候 应该要多多帮忙 所有的法师出去红滑的地方 像我们有越南班 有香港有 还有马来西亚有 日本有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你们能够协助帮忙的地方 所以师父 为什么要倡导这五官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来人文观 品德教育 我们真的要学习 让来找我们的众生 来找我们的人 能够心安 我们要做到 让对方心安才对 而不是高谈破论 这个是我们人文观的重点 再来清静观 刚才我有提到 我家前面有两支臂道 我透过师父所教导的 所开示的 我去修整的 我在那个地方住了二十年 算是平安 我家里的大大小小 都非常平安 怎样 那在这个正道的过程当中 我就能够让我自己心安 我也能够提供非常多的人 能够心安跟安心 这是清静观 所以在五官的过程当中 要经得起实践才是法 才是正法 经得起印证的法 才实践的法 才是正法 我跟师父学习这二十几年来 我体验的一句话就是说 如何让自己心安 唯一就是身体力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用短短的时间 来告诉各位 也能够让各位能够理解 易经风水的妙法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元器法师 元通法师 元圣法师 元圣法师 还有我们最可爱的 对我非常照顾的元氏法师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我们非常感谢元隆法师的发表 倒是你们说 历年有亲母 他这二十五年跟随师父 我看 以我的看法 他真的是 有穿在万全 有穿在这个 我们专门这个 重点 所以 所以每一个发表 每一个店 都是 很薄鬼的店 所以 也可以称 他有备而来 那各位先生们 如果你有辦法把这个法接到 那我相信 将来呢 你取之不尽的法 所以 大家要很精心来听这个法师 所以 对我们 未来 在我们组门这条路线 都是 绿绿都是我们很薄固的案例 所以 所以 今天这个法 大家接到 以后 在未来 这个日子中 你就取之 用之不尽 今天非常感谢他 那 我在这里呢 讲一个笑话 哈哈 我们 有时候被 给人拜托 有当时 接着 对方给我们 夸奖 还是给我们 俄罗 给我们收拾 但是 我经常说这个笑话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们听看看 有一位老爸呢 口气很快 很凶 他就叫儿子 儿子 去哪儿计算机来 儿子 现在时间什么 现在大小 是 电动 那个 玩手机 所以 像我来玩手机 你叫我 在买 所以 老爸看他没去拿 又大小干嘛 儿子 叫你去 拿手机 你 还不动 你哪儿就让大人 一个派来呢 当然 如果哪儿就去订 这个 计算机就拿过来 就 叫老爸 这时候看一下 老爸看看 你算什么东西啊 爸爸你算什么东西啊 啊 话讲完了 老爸 把掌 啪 啪 啪下去 你哪儿的感觉不知道什么 你给我拿 啊 给我拿 计算机 我就给你拿来 啊 你给我给我打 太不容易 所以 啊 有时候 啊 常 各常 看人的欢迎 不同 所以我手机拿来 我是问说 你要算什么 所以 口气讲的话 这说话 很重要 老爸 你算什么啊 以前 你计算 拿计算机要算什么 他说老爸 你算什么 老爸 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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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去啦 哈哈 这是一个笑 笑话 好 那我们现在 请第二位 啊 我们请第二位 发言人呢 啊 是我们 河美道场的住子 啊 员起法师 啊 啊 上台来 跟大家 发表 请大家 拍手 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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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我们 塑浩道场 原制法师 还有我们 啊 在座今天 发表的 啊 法师 啊 啊 还有我们那个 原本法师 做辛苦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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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alu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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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s 啊 啊 啊 這個 剛才 不要老 實際上我跟師父今年是第三十三年 我可以在這裡嗎 原子法是 謝謝各位今天百忙之中來聽這一次的論壇 今天的論壇 他講的就是什麼 我們的維新世界之五官 我今天所要講的案例只是案例 因為剛才我們前天的 我們楊清禾秘書長跟我說 原子法是 你怎麼來發表呢 我怎麼不知道 所以我也沒有很大的準備 只是剛好在身邊有一些案例來跟各位分享 實際上今天我們講的五官 法界官 天人智慧 宗教官 尊重神明 國際官 資訊弘法 人文官 品德教育 清淨官 疫情風水 那真正法界官 天人智慧 我相信各位在學疫經風水來讀鮮秀班 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很多都不知道 什麼叫疫經 什麼叫風水 那實際上我學疫經 跟師父剛開始學的時候 師父說他七年才知道什麼叫疫經 實際上我學了很久以後 我真正可能不知道幾年以後 有一次我在大陸工作 我們有一個幹部 大陸的幹部就跟我講 這個經理啊 你聽說會算命 你幫我算一算 我明天也要去澳門賭博 你看會不會贏 那時候實際上我沒有補過過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疫經 真正我是第一屆的 那時候我就沾了 沾了以後呢 兄弟咬洞 當時我就說 你不要去喔 那個去喔 你一定會虧錢的 結果他去了一個禮拜 回來的那一天一大早 他就來找我 他說 經理好準耶 我輸了七萬塊港幣 我就笑他說 世間上有那麼ban的人 輸錢還那麼高興 但是當我那一剎那裡 我對疫經 哇 怎麼那麼準 實際上我也沒有補過掛 我相信在座各位同學 我很多沒有補過掛 所以你們回去趕快補個掛 那實際上天然智慧 在跟師父學習那麼多年來 我有感觸 什麼叫疫經 實際上我小時候最喜歡看布袋戲 看哪一部呢 從前我們 連年都喜歡看什麼 史燕文 俗養文 但是還有一部咧 這個我們在小時候看過一部 這個布袋劇 叫做什麼 孫兵跟龐全 那時候咧 我只記得他的師父很厲害 什麼厲害 當兩個人咧 這個吵得很厲害的時候咧 他就出來了 我也不知道那個叫做 我只知道那個叫鬼谷子 也不知道那叫完產老祖 當時也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然後有一部經書很厲害 他拿給了孫兵 就是什麼 吳智天書 那時候我的印象是 吳智天書是什麼 就是要那個放在那個火上面烤一烤 或是放在水裡面 它就會浮出很多的字出來 那叫吳智天書 我就知道 我也很想拿到那一本書 所以我也常常拿那個紙在水裡 看你沒有辦法浮出字來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 那當我跟師父學了疫經以後 我說啊 疫經原來就是什麼 就是不治天書 所以今天我們講 法界觀 天人智慧 實際上就是疫經 那宗教觀 這個尊重生命 實際上我相信在座同修 跟師父這個學習疫經 我們進入宗門 我相信我們在宗教方面 真正的去利益眾生 這個我相信在我們的書籍很多 我也不宜再介紹 那國際觀 資訊洪華 剛才我們這個原文法師 他目前在馬來西亞 那我目前在日本 洪華 那因為最近比較忙 因為我們最近我們的道場 又遷移了 我去日本 我們道場本來買了十年 今年是進入第十二年 那是兩年前 因為因緣 師父叫我過去幫忙 那我們很高興 在今年我們又買了一塊地 三百多坪 那我們即將在十月十號 農曆的十月十號 來做遷徙 所以這個當然在當中 我看到在日本這兩年當中 確實是很辛苦 我在外面那麼久 在兩年的當中 我也跑過很多地方 我也常常跑到大陸 越南 緬甸 很多地方去幫信眾 但是我覺得最困難是日本 因為我們叫日本 尤其我去拜訪很多的 這個我們的政府單位 或是台商總會 他們只知道 台灣有某某的宗教 從來沒有聽過違心聖教 那這個就是希望我們再去努力的地方 所以師父也希望說這一次 我們在十月十號 能把它敲牽 弄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這個真正的 能去把我們中門的洪華 這個繼續在日本能發揚觀大 然後能達到國際觀資訊洪華 也歡迎各位有時間到日本 做一個小小的廣告 那實際上在人文觀 品德教育 實際上師父一直希望我們 深入經典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誦經 這個就是要改變我們修行的行為 所以品德教育 那實際再來呢清淨觀 因為我的重點是易經風水 所以今天我也要實際上要跟各位分享的 是易經風水這個主題 因為我們這個圓武法師跟阿公 你就說兩三個禮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前面這個都把它大約的去掉 真正我今天要跟各位來分享的這個東西的是什麼 就是雲宅 我相信各位同修 大家知道我們這個風水是陽宅 也有雲宅 那雲宅實際上是什麼 是往生的人住的地方 那這個有沒有重要 當然是很重要 那現在人已經在尤其在都市 已經沒有人很多的下障 放在這個什麼 這個下障在地下 所以我講說 很多人在納古塔 換的位置 因為他的錯誤的位置 讓家裡很不平安 那今天我也蓋我的 左邊的剛好有幾個例子來跟各位分享 那當然 納古塔跟下障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是有不一樣 我們常常講什麼 這個人的往生要入土為安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 從前 以前是躲著頭天的 現在要躲什麼 躲公務的啦 但是換的原因 又顛倒了 那這個 實際上 納古塔的位置 跟我們羊宅一樣 也有什麼前豬雀 霍玄武 走青龍 也有白虎 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原則 但是因為有很 現在有很多人 因為他不注重 所以會發生這個問題 今天我來做一個最簡單的第一個例子 剛好在前些日子 我一個學生他大陸一個幹部 那個幹部他在好多年前 他的太太跟他吵架 無緣無故 就到汽車旅館 這個燒炭自殺 後來發現以後就往生了 往生了 我們那個學生就很熱心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企業家 他對這個員工照顧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講 老師 我拜託你去幫他 但是他那個總經理 都不提出來 不提出來 我們師父講的什麼 來者不拒 去者不留 有得則住 有緣則住 所以我也一直抱著這個思維 所以我就算了 那經過了兩年多了 那這位那一天 我們那個師兄 就來找我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老師 這個我還是要請你幫忙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他的兒子 這個員工 這位總經理上一次提到 這個上癌這個總經理 他的兒子最近 怎樣 起牙以後頭都暈暈的 皺下暈暈的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他的太太自殺以後 我們這位他這位總經理 救到他的兒子 到他的公司做什麼 做這個工讀生 所以白天也在公司上班 晚上也去學校讀書 所以當時他跟我講 我說好啊 那你要問他 願不願意我幫他的忙 因為上一次他就不願意了 結果我們這位學生就帶他來 帶這位總經理來 那之後我就幫他沾一個掛 我說這個小孩子為什麼會頭暈 所以各位同修我們人類一定要注意這個事項是什麼 很多信徒會跟你騙 我會怎麼樣 我講了一大堆 實際上有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就說我譜個掛 當時我就譜個掛 他就畫喉水未濟 然後深月瞻的 又動什麼 七彩畫子孫 我想說這就沒什麼事了 我就跟他講說他是耳食 因為可能跑掉了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呢 我在這裡插個笑話 因為我前些日子剛好我兒子高中畢業去讀大學 那時候我差不多好幾年 我都沒有辦法早上去運動 因為我要載孩子去做笑冊 所以我就去 我兒子一畢業那一天我就很高興 我說我明天開始可以去運動了 所以第二天我就跑去運動 然後運動了三天 我們那個我一個學生就每天都會跟我去 他就跟我開玩笑 老師你是沒有第四天就沒有來了 因為我好幾次都跟他運動幾天 我就沒有辦法去 我說不會這次一定不會啦 你放心啦 結果那天講完那天晚上 吃飽飯坐在沙發看電視 怎麼頭一直暈一直暈啊 我說還啊還啊還啊 還沒中風啊 我就趕快拿那個血壓劑叫你師娘把我再去醫院 結果都沒有啊 後來那個醫生就跟他講 我那個二十二十耶 跑掉了 為什麼 我在想我是不是運動太激烈啊 所以我有這個這個 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同修也有這個現象 尤其到年紀一定的時候 很久沒有運動 所以連站都站不穩 所以因為我有這個經驗 我就跟那個信眾說 那沒有啦 你們兒子那二十走去啦 這樣啦 他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盡情才這樣 那後來呢 我就沾了這個掛以後 我就跟他講 這個也沒有什麼毛病啦 他說尤其榮種檢查都沒有耶 我說這樣喔 我看是這樣啦 那就是晚上不睡都在打電動啦 他說老師你怎麼這樣說 我說年輕人我怎麼不瞭解 晚上在打電動 所以其實沒有精神可以工作嘛 講完以後我說還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火水味劑 深夜沾了 什麼動 什麼破 父母要破 對不對 深夜嘛 隱身嘛 我說你們喔 你們太太的方式一定有問題 他說老師你怎麼說 我說你們太太放在座 他說放在骨頭 我說什麼算放送的家家 他說 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怎麼跟他說的 對啊 實際上我們是看過嘛 動一搖嘛 父母搖嘛 沒人 就這不懂 我不想說 他就沒有在哪一個地方 有的地方